Hello,大家好,风流笑调的老花姨又来给大家做视频了 今天呢,带来的是一期杜鹃花的养殖方法 东美呢,有一个花友去年就开始追问我这个问题了 他说呀,他三个月养死一块杜鹃,从来没超过过三个月 今天呢,我就把我之前跟他讲的一些话分享给大家 要抓住几个点,什么点呢 第一呢,他不喜欢阳光的曝晒 如果说阳光曝晒的话,像这种花的话,他会枯萎的比较坏 他的叶子也会变得一种焦红,就像那种铁锈一般的一个红褐色 就会叶片不停的脱落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对于一个空气湿度的要求比较高了 这一个呢,我跟他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 咱们呢,首先找到了一个就是比他大一号的一个托盘 咱们接下来进行给大家操作一下 一点不要抹,没过这个托盘 否则的话,他会反贯,造成一个基础 这么的呢,大家可以看到了 有这个水,他会有一个蒸发作用嘛 给他供给一个湿度 因为咱北方的一个家庭里面 空气湿度大概都是在20%到30%左右的一个空气湿度 他根本就达不到他的一个生长需求 因为他至少要要求到5到6湿之间 就是消水了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浇水 虽说缓过来了,但是这种的话 还是会出现一个瑕疵 咱们可以给他剪掉 把这个剪掉是为了让他更好的养分去攻击 这些个水内水内的小花包出来 它的一个适宜温度要控制在35度以内 如果说超过35度,它会进行一个休眠的 再一个就是酸碱度了 酸碱度这一块大家要注意 因为杜鹃这种,它对酸碱度非常敏感的 如果说碱性过高,它就不怎么样去吸收营养的 怎么说呢,给大家打个比方来说 就说咱们胃部,人的胃部是有一个胃酸 如果说咱的胃酸分泌不足,它就会消化不良 然后施肥 施肥这一块追寻一个薄肥禽丝 杜鹃这块虽说较为血肥 但是也要咱们再注意自己浇水 跟水肥的一个结合 不要积水 积水的话会导致它一个烂根 像咱们这种它就不存在积水 好了,这就是一篇杜鹃花的养殖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说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花会养殖 记得关注一下 系统会自从推送给您 好了,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上一 咱们下期再见